像VBA部分 假如我们九尾指法表刚刚不是秀过 如果我要用VBA写的话 其实答案我给各位看一下 按下去的话 如果说今天把它按下这个按钮 它能够自动帮我输出到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我预先已经先把它画好表格的话 这样就输出 然后清除的话就清掉 其实这边的话也就两个回圈就可以搞定了 一个也是for I 一个是for J 如果在VBA里面写法 反正就是 其实就是那个关键字不太一样 逻辑上一模一样 OK那怎么写 特别是有大概跟各位重点提议 如果在VBA里面 你不用去 这环境的话 我前面讲过 非常简单 开发人员打开 应该知道开发人员 其他命令 这个是2007的版本 所以在常用 在这边有开发人员标签 再打过就可以 如果你不是2007之后的版本 好像在差不多这个地方 制定功能区 把那个开发人员打过 一样可以出现 那这样子就可以产生我们开发的环境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写一个这个 99成8表的话 一开启VBA 二的话呢 我们就是像之前我们讲过 可以把程式什么 写到这边 99成8表 那其实主要就是你可以 先写一个 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那个 插入一个程序 插入程序 在模组里面插入程序 程序的名称输入什么 99成8表 按个确定 那这边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sub 名称叫99成8表 按个sub 那当然VBA的概念 跟Python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不过一样是模组 模组 module OK 那在Python里面是一支程式就放一个module 但是在那个VBA里面是一个module可以放很多支程式 所以它用什么结构 用sub的结构 也就是说你这边可以一个sub 两个sub 三个sub 可以放很多个sub 所以这边的话变成一个module可以一直写下去就对了 不像说我们Python要一直开module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写的方法 基本上也大同小 也只是说 在那个VBA里面的好处是 它本身就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你输出了 输出到哪里就e-sale 所以e-sale本身就一个表格 你也可以把它当资料库 资料表来看待 因为它本身ABCD蓝 就是类似资料库的蓝 而且它也不用定位定义 而且里面形态 反正你放什么都可以 所以它也不需要预先定义 反正放什么都可以 放字串就字串 放文字就 放数字就数字 有小数点就资料有小数点 OK应该没问题 只是说 这个地方的差异就是说 FOR违圈我们是 什么 FOR 字把它稍微放大 工具选项 再把字稍微放大 这12号 看太小了 14号了 然后这边的话 那在VBA里面的FOR写法 记得 这个可能还是要有点差异 你刚刚是FOR i in range 对不对 那如果它是FOR i 等于 有点也是range 1到 它是直接就后面就有range 你直接跟它讲说 1到9就可以 但是 那个FOR违圈 就是Python里面 后面要有个冒号 这边不用冒号 那底下的话呢 Python里面不用打NAS 但是VBA要打一个NAS 大概差异在这里 其他都差不多 所以第一个 还有一个内 有一个内回圈 一样下一个是FOR j 所以我就把这边复制到这边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J 也就是由I决定列 由J决定蓝 所以我们一样有9列9蓝 就这个后面 不过VBA好处是看得到 有没有 9列9蓝 蓝都名称 当然它不是数字 不过大家知道 算一下到I 输出 那输出之后的话呢 我们里面需要 因为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特别是我们刚刚是输出一个字串 丢出去 但是在Excel里面的话 它因为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我们要知道储存格物件的名称 叫Sales 哪一个Sales呢 第I列的D追蓝 意思就是说它会变动嘛 反正第一个会先输出 第一列的第一蓝 就跑这个 就丢到这里面 那第二个的话呢 J会往后就第二蓝 因为J会变2嘛 变3变4 所以它的跑的方向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从这个跑完之后 换输出这一个 这一列跑完之后 换下一列 再到最后一面 所以它顺序是这样 那丢什么东西呢 你后面就等于 所以一样 把后面东西丢到前面 那跟他讲说 我要丢的东西 是帮我先放一个I 然后空一格 串接的话 在VBA特别是end串接 不是加号 end一个什么呢 一个X 再一个end 一个J 再等于 所以再一个end 所以差别只是说呢 在Python里面 是用加号 在VBA里面 是用这个end符号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end符号前后 在VBA里面 一定要空白 如果你没有空白 它也视为错误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后面的话呢 等于 然后空一格 end 把它两个相乘 所以I 乘上J 这样就程式写完了 那写完之后的话 它就会一个 丢一个 一个丢一个 一个丢一个 程式就写完了 这边的话 不用去管什么tab 因为在Python里面 是输出要一个tab定位点 这边不用 直接就丢储存歌 下一个 下一个 这样程式就写完 另外还有一点 不一样的地方是 你会发现 在Python里面 资料的形态 是非常严谨的 一定要转换 成string 再串接 但是VBA 这边稍微 比较有一点人情味 就是他不转 他会自己帮你转 他会自己帮你 因为他知道说 你跟他串 那为什么你这边 是给我一个数字 那你后面 是一个字串 那Python会认为说 你写错了 请你改 那VBA是说 我想你应该是 不太会写程式 我帮你改好了 应该可以懂了逻辑吧 在VBA有的时候 这一点是 写程式这部分 稍微比较 有一点那种 人情味一点 你不会算了 不会说 重写 重改 不会啦 OK 所以有时候 不过Python已经算是 还是算有人情味一点 你如果是写Java 你如果是写C++ 或者写C 你刚刚吐血了 完全一点点错都不行 VBA是稍微容错性还比较高 另外VBA就是看得到 为什么 因为后面都看得到 我们把它跑跑看 给大家看 资金 有没有 后面就跑出来了 清除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 后面东西全部改成空的 它等于就全部就清掉了 有没有 这样就清空了 就是意思说 我每一个每一个都丢空置串给它 最后呢 你就直接再利用上面有那个插入 开发轮里面有按钮 你就按钮按下去 在旁边拉一下 就是在指定这个名称 把它变成一个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贴上去 这样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按钮 另外清除也是这样 按下去 自动就OK了 所以相较起来 我主要是让各位比较 至少你会多一个工具 多一个工具 就是以后解决的方法 就不侷限说 你只会Python 然后以后 如果Python也写不出来 怎么办 或者说资料 本来就已经在Excel里面 那你没事干嘛 还要从Python 再去抓Excel东西 然后做完之后再丢出来 那不是绕一圈了吗 你不如就干脆直接 所以很多同意说 老师我的东西在Excel里面 那我怎么用Python去处理 我说你干脆学VBA就好了 你干嘛 没事还要绕一圈 绕完之后 对不对 对 你就是在台湾 你说老师我要学英文好 还是学日文好 你在台湾一讲中文就好了 你干嘛没事 你还要讲英文 然后绕一圈 我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了 反正主要是针对你的问题解决 那你可以有比较多的工具选项 OK 所以请各位 也许这个部分试一下 那这个程式的话 其实云端上也有啦 如果你这两段 写不出来的话 记得就是一定要先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程式 试着写写看 插入程序 那如果实在写不出来呢 云端上其实也有 记得好像在这边 这边底下就有 刚刚写的这一段 你把它复制贴上 Run一下应该也可以出来 刚刚的东西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也就是说 其实不管你写python 或者写vpa 反正它只是小小的差异 那以后你就把这差异 稍微记一下 那你换个环境 反正照写 就像我也是一样 我管它现在要用哪一个工具 我只要把两者之间的差别记起来 那我之后呢 我就找一个 我觉得适合的工具 我去开发 这样解决问题相对的 会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 否则的话呢 你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就像说 明明就一个ecell党 那你就是要用其他工具来开发 那这 我说除非真的是没有必要 或者除非说 像vpa本身可能某些特性 看网路爬虫 可能就比较弱一点点 没关系 你就是 在用爬虫 就python爬 爬完之后 再丢给ecell vpa接手 可以啊 就是一种什么 协同嘛 互相搭配 混用嘛 没有说 所有的 没有那种工具 它就是天下无敌的 没有那种东西 每一个工具 一定有它的强项 有一定它的弱点 所以你可能要节长补短 再来去解决问题 有时候这样解决 反而我觉得会 会是比较好的方案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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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